15岁越南孤儿太拼命了 为了举办最隆重的越南的新年 把家门口的蔬菜进行了移植 这又是在卖什么东西呢 而孩子们最近总是失眠 早上好哥哥姐姐们 孩子们早上心事很多 两人为了攒钱过最有仪式感的新年 一大早就出远门了 哇塞 简直太惊喜了 琳琅满目的蔬菜 像水果一样挂在钢丝网上 男孩挑花了眼睛 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千万别小瞧女孩了 对于采摘这一方面很厉害 每一个都摘得很小心 生怕会磕坏了 屏幕前的姐姐们 在你们的家乡这种叫什么名字呢 在越南有一个特别的叫法 通常称为佛手瓜 眼见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这种佛手瓜的刺很多 听说在越南刺越多越好卖 这是真的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次孩子们是在做公益 帮一个老奶奶卖的 因为老奶奶知道他们摆摊生意很好 特意让孩子们帮忙卖 主要是老奶奶的腿脚不方便 无法逗越南市场摆摊 大家猜猜这些瓜能卖多少钱 孩子们很期待越南的新年 大家觉得孩子们会做什么好吃的吗 虽然最近总是会遇到困难 但孩子们都能很快地解决 特别是被搂被偷后 用自己存的钱又重新买了一个 太好了 很快男孩到达了越南市场 奇怪的是新年快到了 摆摊的人却少了 男孩在心中窃喜 这样很明显机会就多了 再也不用担心会有同行搞破坏 男孩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怕 竟然会有人为了卖货 故意降低低价售卖蔬菜 导致自己生意也一落千丈 孩子们的摊位钱挤满了人 每一个都夸男孩 你今天卖的佛手瓜真新鲜 你知道越南的新年是几号吗 过了今天零点还有三天 发财了发财了 直接有客人跟男孩预定佛手瓜 一次性就要了一百斤 男孩激动地感叹 果然多帮助人是有好处的 这次帮老奶奶售卖的钱 男孩会全部还给老奶奶 因为男孩觉得 虽然自己没多少钱 但老奶奶比自己还不方便 至少自己还有出门赚钱的能力 而老奶奶就不一样了 因为腿伤根本无法外出工作 如果老奶奶知道真相后 会感谢孩子们的帮忙吗 会不会激动地想要哭 今天孩子们赚的钱真多 没想到直接赚了二百万越南顿 孩子们的行为真让人感恩 明明自己日子过得很苦 心里还想着帮助别人 而男孩心中产生了一个新计划 要把家里种的菜进行移植 如果再不移植就时间就不够用了 因为男孩今天还想挑战极限 准备再去山里找野户售卖 主要是想攒钱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 出大事了 有人要给十五岁越南孤儿相亲了 没想到出的彩礼也异常的多 而孩子们在一只蔬菜时捡到一件宝贝 但两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今天是他们在野外流浪的第三十五天 早上好啊哥哥姐姐们 昨天男孩收到一个坏消息 陆陆续续的有人给女孩介绍相亲对象 比如像昨天摆摊时 客户意外得知女孩还没结婚 假借着买佛手瓜的门蜜 立马给她介绍各种单身男士 大家猜猜彩礼最后出到多少钱 男孩听到后内心十分慌张 三千万越南顿 男孩的行为看得小编都很心疼 一双拖鞋成了男孩的凳子 虽然坐着很不舒服 但男孩直言这样能省钱 因为不用花钱买新凳子了 女孩对于相亲这件事的决定 很显然是不会同意的 主要有三方面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女孩深知自己年龄问题 二是自己赚钱的能力还不够强 三是没见过面担心是坏人 而男孩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特意跟客人换崭新的零钱 准备在大年三十那天给女孩惊喜 计划包一个大红包给女孩 这样女孩有钱了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例如买一套漂亮的公主裙 又或者是毛茸茸的布偶娃娃 看过这对越南孤儿的朋友都知道 从来没见过女孩穿公主裙 平时穿的都是干体力活的工作服 那女孩又会给男孩 准备什么新年礼物呢 我们继续接着往下看 女孩走在回家的路上也在思考 这是自己和男孩过的第一个新年 女孩暂时有两个想法 是做一顿男孩没吃过的越南春卷 还是买一双保暖的新鞋子呢 如果同意做越南春卷的评论留言666 赞成买新鞋子的留言888 而孩子们回家路上遇到漂亮的好东西 发现一颗开满花的桃花 在越南桃花具有很神奇的寓意 特别是在越南传统节日和庆典中 桃花都被用作装饰 寓意着吸引吉祥繁荣和好运 因此越南人经常在家中种植桃花 在越南的古代 桃花被视为贵族和皇家的象征 只有高贵身份的人才能够欣赏和种植 孩子们回到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如果能把这些事解决忙完 家里的钱财又会有个质的飞跃 话音刚落 孩子们屁股还没做热就去忙碌了 女孩突然吐槽男孩你这是疯了吗 为什么把好端端的菜苗拔出来 这样拔出来菜苗会死翘翘的 男孩耐心地解释说 菜苗太密集挤着会影响生长 所以必须移栽到空旷的位置 这样蔬菜才能顺利地长大 但在移植菜苗时男孩发现大问题 每一片叶子都长满密密麻麻的洞眼 无数个虫眼根本数都数不清 其实是有关键性原因的 孩子们种植半个月也没买杀虫剂管理 同时也很少看见给蔬菜浇水 不过千万别怪罪孩子们 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毕竟小小年纪第一次种菜 种植经验方面肯定还不足 大家猜猜孩子们种的是什么蔬菜 有越南朋友知道的吗 摄影师你快听听国外网友的建议 快抓紧时间告诉孩子们 趁这两天买点蔬菜的肥料浇灌吧 千万别到时候营养没跟上蔬菜全死了 如果不想买肥料也有办法解决 让这对越南孤儿收集些有机肥 比如人的排泄物懂得都懂 有人还记得这个菜园搭建多长时间了吗 晚打满算也有小半个月了 而且这个防护网还花男孩不少钱呢 为了能有好的收获 女孩把蔬菜周围的杂草全拔了 一方面是防止蔬菜增加虫害风险 另一方面是降低杂草争抢蔬菜的养分 很多国外网友都在夸赞女孩的想法 为了迎接新年主动提出大早出 表示既然要过一个好年 家里当然要干干净净净的 其实越南新年与国内春节有许多共同点 比如家庭团聚燃放烟花炮竹 吃年夜饭和守岁等 当然了也有不一样的习惯 越南人在春节期间还会插桃花和梅花 这两种花会分别象征着幸运和平安 其次是越南人会挂美美的年花 会挑选自己喜欢的或者寓意好的 简单来说 其实跟国内贴春联差不多 过年了几家欢喜几家愁 男孩昨晚算了一笔账 去年到今年根本没存多少钱 表示辛苦忙碌一年忙了个寂寞 不过换一个角度想一想 至少现在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也不用流浪街头睡桥洞 给你们两分钟夸夸孩子们 一位越南网友是这样说的 与同龄人相比你们已经很棒很厉害了 在越南比你们年纪大的大人 说不定还没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呢 不料男孩差点骂了女孩一句 竟然不穿鞋子光脚清扫杂物 仔细观察有很多碎竹片 这要是划伤出血就不好了 毕竟这是泥土不是水泥地板 你说巧不巧 女孩光着脚干活都能被男孩发现 有部分朋友们可能还不知道 男孩为什么热衷于监督女孩 因为有次外出男孩脚不幸被划伤 特别是去深山找野生大蜗牛时 就是因为没有穿拖鞋惹的货 导致脚划伤又痛又出血 所以男孩不想让女孩也体验这份痛苦 眼尖的你就会发现其中一点 经过这对越南孤儿的努力付出 家门口的杂草几乎被剔除干净 一方面是防止家门口杂草重生 另一方面是网友羡慕孩子们运气很好 家门口的杂草还没长高 现在趁还是小草正式斩草除根的好时候 由于傍晚太阳快下山了 气温突然降低冷空气袭来 这两个月男孩子冷得瑟瑟发抖 孩子们赶紧去检疫罩台烤火取暖 虽然冷但男孩似乎闲不下来 看到家里的竹水管坏了又停水 又没穿后外套冒着冷风上山维修水管 也许是男孩太着急忘记了 因为菜园的蔬菜还没有浇水 不过男孩也想给浴室增加新工具 浴室煮水管三天两头不出水 主要每次维修都要消耗大量时间 因为在男孩心中时间就是金钱 省下的时间能去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大家觉得买个水管安装在浴室怎么样 如果有了水管浇菜就方便了 不用这样一盆一盆的接水 以及一盆一盆给蔬菜浇水 一方面是不仅浇菜速度很慢 另一方面人弯腰也会比较累 最后女孩捡到的东西也很关键 特别是对于蔬菜的生长情况来说 女孩特意把各种枯萎的树叶捡走 因为有些树叶掉落在菜苗上面 女孩担心树叶覆盖会影响光照 导致蔬菜没有吸收阳光就很难长大 快来看啊 15岁越南孤儿临近过年却在吃野菜 这种野菜有越南朋友吃过的吗 而女孩被国外网友怀疑不是越南人 难道我们都被摄影师欺骗了吗 今天是两个孩子在野外流浪的第35天 由于孩子们橙子卖得很快 好消息是也赚了不少钱 孩子们走路早早地回到家 今天中午终于能按时吃饭了 男孩有一件事瞒着没告诉大家 前几天女孩突然胃疼很难受 男孩猜测可能是早上没吃早餐导致的 为了能快点吃上中午饭 女孩负责洗昨天剩下的碗 因为昨天女孩胃疼 所以洗碗的家务一直拖到今天 而男孩去外面采摘野菜 这种野菜口感好吃吗 有没有吃过的朋友知道的 两人的默契程度也越来越好了 知道分工协作时间更快 女孩顺便在家淘米做饭 准备煮了一小袋的米 不出所料家里的米也是快吃完了 不得不说孩子们胃口真大 没几天米就消灭一口 其实也能理解 毕竟是天天在山里干体力活 经过摄影师的转达 孩子们知道很多人想积衣服 让他们穿的暖暖的不受冻 男孩知道的第一时间想感谢大家 但积衣服的是男孩狠心的拒绝了 表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买 担心一旦接受帮助会产生依赖 很快野菜采摘了一大把 都是很鲜嫩的野菜 这么多分量完全够两个人吃了 女孩很高兴今天能吃这种野菜 孩子们穿薄短袖不会冷吗 其实越南现在的天气 跟云南西双版纳的气候差不多 如果有生活在云南的朋友就知道 白天出太阳会很热都能穿短袖 只有到晚上气温可能会降低 而且晚上冷的话又有被子改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孩子们冷不冷了 大家别忘记了 孩子们各自有一件后外套 如果白天真的很冷会及时穿上的 毕竟他们现在也不是三岁小孩子了 随后孩子们蹲着做饭炒菜 每一个步骤都异常的熟练 味道简直太香了 如果把他们跟越南农村厨师相比 炒菜技术说不定不分上下 最近很多国外网友三番五次提出建议 十分渴望孩子们有个兆台 蹲着做饭做菜脚很容易酸 好心的摄影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男孩 其实男孩也跟女孩商量过很多次 估计会在年后加班加点搭建兆台 因为男孩有一个赚钱的小目标 由于最近几天新年生意很好 很多越南人都在囤积年货 男孩很想趁热打铁 这几天还想多增加摆摊次数多赚点钱 计划把之前少赚的200万越南炖 趁过年一次性全赚回来 孩子们吃着野菜也很开心 其实偶尔吃吃野菜也挺好的 每天换换不一样的口味 毕竟是不用花钱买的野菜 等到过年那天 因为男孩想把买肉的钱多攒点 过年期间多买大鱼大肉好好吃一顿 顺便再买平时舍不得吃的零食 想想就美滋滋 而且这种野菜在越南也不常见 只有在冬天产量会很多 如果能把这些野菜摘去市场售卖 肯定能赚不少钱 而且离孩子们新房也不远 这样早上就不用早早出门 在山里花很多时间到处寻找野菜 有时不错的商机就在眼前 就看孩子们能不能意识到 大家觉得孩子们能想到吗 吃完饭后孩子们又会忙碌什么呢 有很多网友激动地表示 最喜欢看这两个孩子的视频 每天一集不辣都会看 每次很勤劳地干活从不吵架 并且男孩情绪也很稳定 一方面都没见过他们吵架 另一方面是每天都都很勤劳 同时情绪还十分稳定 作为本该父母照顾呵护的年纪 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从来不会说去外面干偷鸡摸狗的事 或者去街上乞讨 不得不地说 孩子们真的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短短三个月时间不仅有了新房 还有私人浴室洗澡 新加坡网友觉得女孩长得不像越南人 有国外网友说女孩五官很不像 像是个跟国内混血的女孩 难道我们被摄影师欺骗了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 女孩真的是很正宗的越南人 没有一点假话 今天孩子们很开心 早上卖的橙子赚了很多钱 回家后还能按时吃饭 越南的新年快到了 屏幕前的漂亮姐姐们 可以给孩子送上一句美好的祝福 而男孩最大的新年愿望 就是希望女孩和自己能平平安安 身体健康地活着 不好了 15岁越南女孩的咳嗽越来越严重 咳得每一声都让人很心疼 而男孩却亲密地跟女孩说悄悄话 这是说了什么小秘密啊 今天是这对越南孤儿在野外流浪的第35天 男孩早上起床异常的兴奋 还有两天就是越南新年了 为了增加更多的收入 孩子们没吃早饭就出门了 对于男孩来说 现在就是争分夺秒赚钱的好时机 男孩两天前就联系了果农老板 而且男孩还做了一个大胆的行为 提前支付定金 因为快过年了橙子太火爆 男孩担心怕买不到火 不知道怎么了 男孩依旧穿着短袖和拖鞋 女孩稍微好点还知道穿衬衫 走了30分钟左右 孩子们到最终目的地果园 虽然树上的果子不多 但凑一凑还是能摘的 女孩迫不及待地试吃味道 女孩吃了一口感觉有点酸 劝男孩要不要换果园采摘 不过男孩跟女孩的意见不一样 表示味道不是很酸 大概三分酸的样子 在越南新年橙子很受欢迎的 其实跟我们国内一样 很多人会特意买水果拜年 所以孩子们越摘越有动力 男孩负责采摘水果橙子 女孩负责支撑贝楼 因为是个陡峭的胁迫 没抚吻贝楼很容易倒下去 由于刚刚的橙子树摘完了 孩子们换了一棵树采摘 每一个都挑选最大的采摘 橙子越大果肉越多 同时重量也越重 这样孩子们也能多卖点 今天男孩也很轻松 不用爬很高的树采摘 就须垫起脚就能摘到橙子 女孩很高兴 新的一年又能多长大一岁了 果然孩子就是孩子 小时候希望快快长成大人 屏幕前的姐姐们 现在你会很怀念自己童年吗 快来看啊 女孩又不幸咳嗽了 是不是穿太少冷道了呀 不得不说女孩大意了 今天越南早上还是有点冷的 毕竟生活在山里 早上的雾气是最多的时间 很快孩子们摘满了一被笼 女孩主动提出背沉重的被笼 因为女孩看不下去了 很明显男孩经常背竹篓腰都累弯了 有了女孩的贴心照顾 今天男孩也轻松了不少 其实早该这样了 两人每天轮流背分担一下 都保障肩膀能得到休息 虽然男孩袋子里也背了橙子 但在重量上比女孩的轻很多 此时越南的风越来越大 一路走一路吹的都是冷风 女孩为了不让男孩担心 没告诉男孩自己很冷 今天孩子们没去越南最大的市场摆摊 是有目的地 因为男孩认为 在村庄摆摊年未重些 生意肯定不会太差 此时女孩的咳嗽也越来越频繁 一声声咳嗽声 男孩听了也很心疼 千万别在过年期间又生病了呀 经过几分钟的等待 孩子们摊位迎来第一位客人 买的橙子数量也不少 这下能赚不少钱了 不过很多网友好奇 赚了钱孩子们会吞什么有意思的年货呢 其实很简单 忙猜一下肉类肯定是少不了的 以及鲜美多汁水果 不过孩子们可以不用买别人的 自己就是摆摊卖水果的老板 这下不用发愁了 过年的水果肯定有得吃了 收到钱的瞬间男孩傻眼了 钱皱皱巴巴的 十分担心客户给的是假钱 其实越南农村的村民不坏 根本不会出现给价钱的现象 幸好男孩的担心是多余 哎呀哎呀 越南小男孩啊 你这是在跟女孩说什么悄悄话 简直太亲密了 这必须得批评你几句 下次不许有这样亲密的行为了 一是男女友别授受不清 二是女孩今天咳嗽声不断 如果在过年期间被传染生病 就没人照顾你了 有了村里人的帮助 今天的橙子很快卖了一大半 男孩还是很有爱心的 看到眼前的老人家 特意便宜了一元一金 虽然价格降得不多 但也是孩子们的心意 果然村里的消息传的就是快 孩子们没摆摊半小时 又来了一个客人 直接很豪横地说 剩下的我全给你承包了 今天赚了很多钱 细算一下有一百万月难顿 刚好临近过年 孩子们卖的橙子也涨价了 这下能早点收摊回家休息了 不过男孩似乎做错了一件事 今天女孩不断地咳嗽声 却没想着带女孩去买药 难道是家里有及时被药了吗 可能是国外网友想多了 自从女孩上次第三次病情复发 男孩早就被歇药在家 为了能赶回家吃药 男孩上楼梯的速度也快了很多 祝愿女孩能早日康复 不要再被病情折磨了呀 太好了 摄影师给15岁越南孤儿送钱了 男孩想破脑袋都想不通 为什么会有钱拿 孩子们直接买了五包泡面庆祝 今天挑战卖90%人 见过的损中皇后 而男孩寻找野活第一次遇到危险 早上好啊哥哥姐姐们 临近过年家里发生好几件大好事 因为视频在国外有了新的收益 摄影师把视频收益分了一半给孩子 虽然不多但也算是新的开始 其实摄影师也算有良心的了 至少没有全部私吞这笔钱财 如果摄影师真的独自私吞了 我们谁也不知道 让我们一起给摄影师大大点个赞吧 让男孩除了摆摊以外多了一笔收入 而男孩为了照顾女孩 劝女孩放假在家休息一天 就当是摄影师给的福利了 吃完早饭后 男孩单独外出寻找野活 好在二月份越南的春天快到了 气候开始渐渐升温 不料男孩穿着短袖发现好东西 在石头周围巴拉巴拉 原以为是稀有螃蟹没想到失踪 竟然捡到一把生锈的小刀 千万别小看这把小刀了 等会对男孩收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不得不说老天爷都在帮助男孩 男孩一路走一边寻找 没几分钟发现能卖钱的有 一颗颗春笋呈现在男孩眼前 这种笋中皇后你吃过吗 长相都快比男孩手臂粗壮 在越南当地对笋的吃法很有执念 不吃一次笋感觉对不起这个季节 相当于迎接越南新的一年春天 就像国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在第六十集视频中我们说到 孩子们囤淋巴肉过年的事 大家不用太担心了 摄影师看到大家贴心的留言 已经告诉孩子们淋巴肉不能吃 吃了会对身体不好 男孩第一时间知道淋巴肉的危害后 立马把剩下囤的年货猪肉扔了 虽然之前吃了一半男孩有点心慌 但好在两人吃的不多 为了找到更牛的笋中皇后 男孩钻入拥挤的竹林里 空间很小把男孩挤得很难受 好在最后有收获一颗最大的竹笋 但不幸的是男孩命差点没了 走得河水越来越湍急 虽然有点站不稳 幸好有石头支撑男孩行赞 如果男孩能找到更多竹笋 就能早点去摆摊卖王回家了 哎呀你还别说 真的跟我们猜测的一模一样 男孩瞬间找到新的竹笋 这种笋你有亲自挖过吗 由于这次竹林不聚集很分散 男孩要一边走一边寻找竹笋 一个人走还是挺无聊的 有女孩在还能多一个人说话聊天 很快男孩发现一处小竹林 果然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高度都快赶上男孩身高了 这架势肯定不用说 完全足够一家三口吃两顿的 男孩走了一路都被蚊子叮咬 如果换你在这种深山环境找野活 你门心自问你能坚持半个月 还是一个月时间呢 其实仔细算算还是很吓人的 孩子们已经在深山找野活三个月了 一开始被蚊虫叮咬很不习惯 现在已经渐渐变得无所谓麻木了 反正被咬也影响不了自己赚钱 因为男孩觉得年轻的时候把苦头吃完 说不定好日子都在后头了 不拼一把谁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经过这次淋巴肉的教训 男孩曾伤心的感叹 再也不会去黑心老板那里买猪肉了 男孩把笋的前妻工作处理好 特意切掉竹笋尾部很老的部分 这一路走来 男孩也算对得起所有客户 从来不缺金少两头秤 主打就是讲诚信做生意 趁着竹笋还新鲜 男孩下山的脚步很着急 猜猜今天笋能卖多少钱 很奇怪明明没下雨 路上怎么很异常有这么多水 原来是村里人的水管爆了漏水 今天男孩来到超市门口摆摊 大家猜测的没错 千真万确是男孩经常购物的超市 男孩已经跟老板很熟悉了 所以老板没有跟他收摊位费 甚至还免费给男孩提供 超大防水带给他摆摊 为了生意能更好 男孩依次把竹笋按大小排序 很快来了第一个帅哥客人 表面上看着很年轻 现在越南的太阳很毒辣 把男孩晒得都流汗了 最后客人大气地买了两个竹笋 男孩无法用语言激动地表示 今天第一单意味着开门红 至少客人没有知道价格后转身就走 眼前的客人戴着口罩 可能是看见摄影师了吧 知道会被拍摄感到害羞 但好在不影响男孩的声音 也许对于越南的老人来说 看见镜头以为是电视台 可能会害怕不在男孩这里购买 而这个老人就不一样了 知道男孩的生活被记录 也从摄影师口中得知男孩的不意 愿意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帮助男孩 把最后两根竹笋全部买了 今天男孩意外有了两笔新的收入 一份是摄影师给的视频收益 另一个是摆摊卖竹笋的 特别是笋中皇后赚了不少钱 男孩很高兴地去超市购物 很多网友建议孩子们改掉吃泡面的坏习惯 同等价格的可以多买些挂面 一方面挂面比泡面有营养 另一方面随时能有东西吃 这次男孩会买挂面吗 最后男孩买了五包泡面和两包盐巴 因为家里的盐快吃完了 不得不说越南的风景还是很美的 这座桥搭建的就很有特色 今天男孩得早点赶回家 因为此时太阳快下山了 国外网友表示看孩子们走路很心疼 每次一走都是山上山下来会折腾 特别是前往摆摊的路上 建议男孩买个二手自行车 骑单车至少比走路轻松很多 而且节省下走路的时间 能做其他很多事情 心思细腻的网友早就发现了 除了找野货比较消费时间 其他就是去摆摊的路上消耗太多时间 太漂亮了 今天新年15岁越南孤儿用气球鲜花装饰房子 这是两个孩子们在越南的第一个新年 却有国外网友怀疑孩子们被AK传媒控制 难道真的被坏人控制演戏吗 为了有一个最特别的新年 孩子们趁天还没太黑赶回家 首先要恭喜你们 今天新年卖柠檬也赚了不少钱 男孩为了给女孩一个惊喜 几天前都特意瞒着没告诉女孩 计划举办一个新年派对庆祝 第一步利用家门口的竹子 小心地砍成戏长条 打造一个最基本的模型 很多国外热心网友也很搞笑 竟然怀疑这对越南孤儿被AK传媒控制 哪有那么离谱的事情呢 如果真的这样说 伊朗米娜生活也是被AK传媒控制吗 其实是好心的摄影师发现了孩子们 被他们努力生活不服输所感动 便拍摄记录下这对越南孤儿的生活 就连他们摄影师也没想到 国内国外会有这么多网友喜欢他们 摄影师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 想看到孩子们成功的那一天 便暂时留下拍摄这两个越南孩子 如果哪天摄影师走了不拍了 大家会想念这两个努力的孩子吗 男孩为了让新年派对更有氛围 男孩特意采摘了好几种鲜花 两人会设计成什么样子的呢 因为冬天的原因 白色鲜花看起来不是很多 但对于孩子们来说 已经十分知足了 毕竟这不是花钱买的 都是不远处采摘的鲜花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看起来很清雅好看极了 一股鲜花的香味散发出来 使两人新年的氛围达到了高潮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即将形成 男孩负责在一楼设计 多砍几次城锥形 这样能更好地插在一楼楼梯处装饰 而女孩在二楼负责吹气球 今天孩子们很开心 虽然没了父母在身边陪伴 内心多多少少会有点遗憾 但好在彼此身体都很健康 而男孩最大的新年愿望 一是希望自己能多赚点钱 以后能在城里买新房住 大家猜猜男孩的愿望能实现吗 二是希望新的一年身体平安健康 同时也希望女孩能天天开心 为了加快新年派对的进度 男孩也上二楼去帮忙了 以前男孩都不敢想 失去父母自己能顺利过上隆重的新年 现在不仅有赚钱的能力了 还能把房子好好的装饰 而男孩觉得今年最幸运的是 其实是有了女孩在身边 至少像今年的越南新年 不会感到孤独活着没意思 简单来说 相当于两人彼此都有了陪伴 如今有了今天的成就 两人缺一不可 男孩把气球装饰栓之上 简直是太有创新了 没有花很多钱 就把新年派对装饰的井井有条 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孩子们新年派对终于快装修好了 屏幕前的哥哥姐姐们 你们觉得漂亮吗 这两个孩子年纪这么小就结婚了 这是国外网友质疑询问的问题 从孩子们视频被记录开始 目前总共有102个视频 从头到尾从没说过他们结婚了 所以也别造谣女孩怀孕了 所有人都知道 女孩现在根本不可能怀孕的 就算男孩知道男女之事 从这三个月男孩的做事风格上看 肯定也舍不得伤害女孩 大家想一想 如果真的让女孩怀孕了 真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 现在自己和女孩都过得不如意了 也没有机会去学校上学 千万别提要孩子这件事了 怀孕生下来也只会让孩子受罪 最后住院屏幕前的姐姐们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你喜欢孩子们设计新年派对的吗 虽然孩子们没有买烟花庆祝 但能和女孩一起吃个团圆饭 两人都很知足了 万万没想到竟然还有彩端 今年的新年真快乐真有意思 前几个视频中 有网友很好奇 为什么男孩总买泡面吃 是多了不会吐吗 其实是孩子们嘴馋 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总觉得泡面是最好吃零食 甚至家长不给吃还哭鼻子 这样也挺好的 孩子们有了能力 想买什么吃就买什么吃 自己赚的钱自己安排 如今快过年了 身上有点存款也安心了很多 在三个月以前男孩很难熬 总是鸡一顿饱一顿 好在有了女孩以后 五日子都熬过来了 下一集会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精彩内容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点赞 多一个点赞会更有动力加速更新哦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